《猎王记》上第二章 大卫的死骑进了 就嘱咐他的儿子索罗门说 我现在要走世人必走的路了 你当坚强做大丈夫 谨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 遵行他的道 按摩西律法所写的 谨守他的律例 诫命 典章和法度 这样 无论你做什么 无论你往哪里去 都可以亨通 这样 耶和华必监力他所说有关我的话 说 如果你的子孙 谨慎自己所行的 一心一意 诚诚实实行在我面前 就不断有人做以色列的王位了 你也要知道 西路亚的儿子 约亚对我所行的 就是对以色列的两个元帅 尼尔的儿子 亚尼尔和一铁的儿子 亚马萨所行的 他杀了他们 在和平的时候 流他们的血 像作战时一样 把战争的血 染在他腰间所束的带子上 和脚上所穿的鞋子上 所以 你要凭你的智慧而行 不要让他白发到老 平平安安下到阴间 但是 你要恩待激烈人 巴西来的众子 是他们与你同席吃饭 因为 我逃避你哥哥压沙龙的时候 他们拿食物来迎接我 与你在一起的 有巴护林的汴雅敏人 基拉的儿子世美 我往马哈念去的那天 他用狠毒的咒语 咒骂我 后来 他下到约旦河来迎接我的时候 我就指着耶和华向他起誓 说 我必不用刀杀死你 现在 你不要以他为无罪 你是个聪明人 你必知道 该怎样待他 使他白发苍苍 流血下到阴间 大魏与他的列祖同睡 葬在大魏城里 大魏做以色列王四十年 在西伯伦做王七年 在耶路撒冷 做王三十三年 于是 索罗门坐在他父亲的王位上 他的国非常稳固 哈吉的儿子亚多尼亚 去见索罗门的母亲 巴士巴 巴士巴问他 你来是为和平吗 他回答 是为和平来的 他又说 我有话对你说 巴士巴说 你说吧 亚多尼亚说 你知道 这国位原是我的 以色列众人都希望我做王 不料 国位反归了我的弟弟 因为他得着国位 是出于耶和华 现在 我有一事请求你 请你不要拒绝 巴士巴对他说 你说吧 他说 求你向索罗门王说 请他把书念的女子 雅比萨赐给我做妻子 因为他必不会拒绝你 巴士巴说 好吧 我必为你向王请求 于是巴士巴去见索罗门王 为亚多尼亚的事 向他请求 王起来迎接他 向他下拜 然后坐在自己的王座上 又吩咐人 为王的母亲摆设一个座位 他就坐在王的右边 巴士巴说 我有一件小事求你 请不要拒绝我 王对他说 母亲 你说吧 我必不会拒绝你 巴士巴说 请把书念的女子 雅比萨赐给你哥哥 雅多尼亚做妻子 索罗门王回答他母亲说 你为什么要为雅多尼亚 求书念的女子雅比萨呢 你也可以为他求这个国位 因为他是我的哥哥 又有雅比亚他祭司 和席路亚的儿子约亚 拥护他 于是索罗门王指着 耶和华启示说 如果雅多尼亚不应说了这话而送命 愿神惩罚我 并且加倍惩罚我 现在 我指着永活的耶和华 那位建立了我 使我坐在我父亲大卫的王位上 又照他所应许 为我建立家世的启示 今天 雅多尼亚必被处死 于是索罗门王 拆派耶和耶大的儿子 比拿亚去击杀亚多尼亚 他就死了 王对雅比亚他祭司说 你回雅拿图自己的田地去吧 你本来是该死的 但我今天不杀死你 因为 你在我父亲大卫面前 抬过主耶和华的约会 又与我父亲同受一切苦难 索罗门就罢免了 雅比亚他 不准他做耶和华的祭司 这样就应验了耶和华 在世罗所说有关 以利家的话 约亚虽然没有拥护过 鸭沙龙 但曾拥护亚多尼亚 这消息传到约亚那里 他就逃到耶和华的账目里去 抓紧祭坛的脚 有人告诉索罗门王 约亚逃到耶和华的账目里去了 现在就在祭坛的旁边 于是索罗门拆派 耶和耶大的儿子 彼拿亚去说 你去把他杀死 彼拿亚来到 耶和华的账目那里 对约亚说 王这样吩咐说 你出来 约亚说 我不出去 我要死在这里 于是 彼拿亚回复王说 约亚这样说 他这样回答我 王对彼拿亚说 你照着约亚的话行吧 杀死他 把他埋葬 好叫约亚所流无辜人的血 从我和我父的家除去 耶和华必使约亚 流无辜人的血的罪 归到他自己头上 因为他击杀了两个 比他又公义又良善的人 就是用刀杀了 以色列的元帅 尼尔的儿子 亚尼尔 和犹大的元帅 一帖的儿子 亚马萨 这事 我的父亲大卫 一点都不知道 远流这二人的血的罪 归到约亚和他后裔的头上 直到永远 但大卫和他的后裔 他的家和他的国 却要从耶和华那里得享平安 直到永远 于是 耶和耶大的儿子 彼拿亚上去击杀他 把他杀死 葬在旷野 约亚自己的家中 王任命 耶和耶大的儿子 彼拿亚 取代约亚 统领军队 又任命 萨都祭司 取代 亚比亚他的职位 王派人去把侍美召来 对他说 你要为自己 在耶路撒冷建造一座房屋 住在那里 不可从那里出来 到任何别的地方去 你必须知道 你哪一天出来 越过吉伦西 你那一天就要死 你留人血的罪 必归到你自己的头上 侍美对王说 这话很好 我主我王 怎么说 你仆人就照着行 于是 侍美在耶路撒冷 住了很久 三年以后 侍美的两个仆人 逃到加特王 马加的儿子 雅吉那里 有人告诉侍美说 你的仆人在加特 于是 侍美起来 预备好自己的裸子 就往加特 雅吉王那里 去寻找他的仆人 世美去了 又把他的仆人 从加特带回来 有人告诉索罗门 世美离开耶路撒冷 往加特去 又回来了 王就派人把世美召来 对他说 我不是叫你指着耶和华起事 并且警告你 你必须知道 你哪一天出去到任何别的地方 你那一天就要死吗 你也对我说过 这话很好 我必听从 现在你为什么不遵守你向耶和华所起的事 和我吩咐你的命令呢 王又对世美说 你自己知道 你心里的一切恶事 就是你向我父亲大卫所行的 现在 耶和华要把你的罪归到你的头上 所罗门王却要蒙福 大卫的王位 必在耶和华眼前得监力 直到永远 于是 王命令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亚 比拿亚就出去击杀世美 世美就死了 这样 所罗门就巩固了他的国